大家好,欢迎来到麦子学院Python语言编程基础课程第四阶段的第三节课的内容 那么在前面两节课呢,我们跟大家介绍了这个控制流里面非常重要的几个语句 比如说if语句,for语句,并且讲了while以及range的语句,还有它们的区别 今天呢,我们继续跟大家介绍三个关键词在循环中需要用到的 它们分别是break,continue和pass 这三个词呢,是在控制流中非常重要的部分 其中两个continue和pass有一些相似的地方,但是它们其实表示完全不同的意义 所以今天我们将通过实例跟大家演示一下这三个词的用法 好,我们看一个例子 好,还是之前我们猜数字那个游戏,回到那个游戏 这时候我们稍加一点改动 大家看到之前我们用了for loop和while loop 来让用户不断的猜,直到猜对位置 那这时候我们稍微改变一下 假如说我现在把这个while的条件改成true 然后呢,同学们可能会有疑惑 说你在这个条件改成true 那这个while loop永远会运行下去啊 因为它是true,对不对 所以它是一个无限循环 这个条件永远会被满足 永远是返回一个true 因为我本身定义的就是一个true 但是呢,我们可以结合break和continue的用法 达到一个相似的效果 让游戏来继续或者结束 好,我现在解释一下这个意思 其他的部分基本没有变化 首先我们用户输入一个数字 并且把这个值付给这个guess 作为一个整形 然后来通过if比较用户输入的数字 和我们之前定义的这个number 是不是相等 假设相等的话呢 大家看到我们用了一个break 这个break在上节课中 我们有简单的用到 break的意思就是说 当前马上跳出 目前这个这段代码所属的这个循环 也就是while循环 直接执行后面的部分 while循环整体后面的部分 也就是说 当程序执行到break之后 它能直接跳过当前循环中剩下的部分 直接执行后面的代码 也就是while loop后面的代码 也就是说 用户只要猜对 我们马上跳出循环 来答应出来 bingo 您猜对了 等等 好 这是break的用法 那么假设用户没有猜的低了一点 当然我们要提示出来说 实际的值比您猜的要高 这时呢 我们用一个关键词 这是第一次我们看到这个关键词 大家注意一下 叫continue 什么意思呢 这个continue的意思说 我们现在马上跳过 当前循环剩下的部分 也就是这一部分 而重新回到 这个while循环的开始 继续运行 大家看到这个区别了吧 这个非常重要一个区别 就是当程序遇到这个break 执行到break这一行的时候呢 它不但跳出了剩下的 当前循环剩下的部分 而不再执行循环 直接到循环 while循环 所有后面的code开始执行 也就是紧接着执行 后面的代码 但是continue 它的意思是 我只是跳过当前循环剩下的内容 也就是我现在高光的这一部分的内容 而跳到下一轮循环的开始 重新来判断这个while的语句 条件是否是真和假 如果是真的话 还要继续执行while语句里面的内容 所以大家看清了 这就是break和continue的区别 好 所以因为在这时 如果用户猜的不对 比实际的 是要小 那么我们想要做的就是 我们不需要再重复下面的 因为我们知道 一旦条件不对 它已经比实际猜的要小 它不可能进入这一部分 所以我们可以直接让程序 回到while loop的开始 继续来让用户猜 也就是说 回到while true的部分 然后因为它是真 所以重新让用户来输入一个数字 同理 如果用户输的数字 比实际的数字要大 也就是程序进行到else这个部分 我们提示完之后 也是一个continue 就是说这是我回到程序的开始 让它用户继续猜 好 大家可以想象这个continue 其实可有可无的 因为如果 即使我们不要这个continue的话 那么还是程序回到程序本身 就是下一个loop while loop的开始 好 这就是一个break和continue的用法 大家看到 它们也是非常灵活 有时候可以结合在一起用 也达到了 和while true结合在一起用 也达到了相似的 和for loop相似的功能 好 我们现在运行下这个程序来看一下 输入一个integer 假如我输入1 因为猜的比实际值要小 所以我们碰到了continue 它会到程序while loop的开头 让我们继续来数一个数字 好 我们数3 好 接着循环一遍 假如说我们数的50 还是要小 那我们现在数一个60 做了60的时候呢 程序将执行到else这部分代码 然后呢 让我们重新continue 因为60比59大 所以呢 continue把我们带到了程序 的开头 永远让我们继续输入一个新的数字 来猜 好 假如我们现在输入59 bingo 大家看到 因为59等于59 这个部分条件被满足 也就是说 这一部分的评估是返回了一个tree的值 那么呢 程序将执行这个f内部的结构 也就是遇到这个break break之后 我们将直接跳出整个循环 实行后面的语句 也就是实行bingo you guessed it right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另外一个变量 叫做一个关键词 叫做pass 它是怎么用的 它又和continue之间有什么相似性和区别 好 我们看一个例子 首先我解释一下pass 是python中的另外一个关键词 这个关键词呢 它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直接忽略当前走到下一行代码 而continue的意思说 我们返回 我们忽略下面 continue下面 当前循环 continue之后 当前循环后面的代码 而直接返回到下一轮循环的开始 这是他们之间的一个区别 也就是pass 它直接忽略当前 来继续执行之后的内容 好 我们来看一下一个例子 我们定义一个list 假设有三个元素 012 我们叫做alist 好 第一种方法 就是我们用continue的时候 我们循环用for loop 就是i在这个012中循环 那我们可以想象 第一次循环的时候 i被复了值是0 if not i 这里我要解释一下什么意思 因为python里面 虽然我们知道 boolean本身variable 它的意思是0和1 但是python里面 本身的数据类型 是没有boolean的 也就是说 我们用整形中的0和1 来代替boolean中的false和tru 也就是说 当一个数是整形 它是0的时候 就相当于一个boolean variable的假 也就是false 当一个值 它是整形的1的时候 我们就相当于 它是一个boolean variable的tru 也就是 真 好 那么我们第一遍i循环的时候 在这个例子里面 被赋予了0这个值 那么0 是一个相当于boolean variable的假 也就是不是假 那么我们要continue 好 大家看一下 因为不是假 所以就是说 是真 对不对 这个i第一遍循环的时候 是0 0相当于一个false not false 就相当于一个true 也就是真 那么这个if语句的条件就满足 那我们执行if语句下面的主体内容 也就是continue 程序一旦碰到continue 它就会立即忽略当前循环剩下的内容 直接跳到循环的开头 所以呢我们就不会执行这一第一遍printi当i等于0的时候 所以呢我们直接跳到下一次循环 就是i等于1的时候 那么i等于1的时候呢 因为1相当于一个true not true 也就是一个false 这时候呢 这个if条件不满足 那我们会忽略 不会进入这个if语句里面的主体内容 也就是说不会执行continue 我们会打印出来这个1 同理当下一轮i等于2的时候呢 我们仍然不会进入这个if循环 所以我们会打印出来2 这时候我们看到这个程序的结果 就是说打印出来1和2 没有打印出来0是因为5 我们当时等于0的时候进入了这个if语句内部 那么continue这个关键词 让我们忽略当前循环剩下的部分 所以我们没有打出来0 好 这是continue的用法 我们看一下pass和continue什么区别 同样的结构 同样的代码 只是我把continue换成了这个pass 那么pass呢 就是说我仅仅忽略当前直接运行下面的代码 也就是说 大家看到我们当i等于0的时候呢 我们进入这个if循环 有这个pass 但是呢 我仍然接着运行程序接下来的部分 也就是说我仍然把0打印出来了 在后面的部分呢 就是当这个 if not i i等于1的时候 尽管这个if语句不成语 但是因为有pass这个内容 所以我仍然要打印出来后面的内容 因为这个pass的存在呢 我们把三遍012都打印出来了 大家看到这就是continue和pass的区别 所以大家可以把这个pass理解成 就是说什么都不做 和你这里没有写任何code是一样的 但是呢 区别就是有的时候 在python interpreter 在某些情况下要求我们实现一些代码 但是实际上我们的要求是什么也不做 那么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用pass 好 这节课呢 我们跟大家介绍了pass break和continue的用法 和它们之间的区别 同时也结束了我们第四阶段的内容 控制流 其实控制流结束之后呢 我们可以利用这些不同的循环语句 以及代码写出更多更复杂的程序 好 下节课呢 我们将从第五阶段开始 给大家介绍一些新的内容 也就是包括 我们将跟大家介绍输入输出 读写文件等等 好 这些课内容就在这里 谢谢大家